在座對臺灣的醫療界有很多質疑, 我想我們再延長個十分鐘, 讓大家能夠盡情的了解。 這家醫院還沒有加入種類, 因為我們350種還沒有完全開。 但是你們平時就是說, 對醫生有沒有醫療費用上面控制上面, 有沒有這種績效管理的事情? 我這時候倒也不是績效, 就是說有些醫生會亂檢查、亂用藥這種情況, 因為室內醫院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, 這你們管理層有沒有這種措施? 因為這個是專業的自主是非常重要的, 那我們不會去干涉到個人的專業自主的部分了, 因為只要整個的統計上看起來是合理, 不會有太大的差異, 通常醫院不會去干涉這種事情, 因為我個人的看法, 就從我個人的看法, 因為我從小就是在高一, 一直到目前為止, 我看到整個高一的成長, 然後往外擴充, 我覺得在專業成長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, 一定要尊重這個專業人員的這個專業成長, 那我們才會去想辦法要怎樣去做科研, 然後讓他們更進步, 那但是這個管理是要讓他合理, 管理只是在合理, 而不是說在限制專業的發展, 這個醫院的整個收入結構裡面, 要我們是不是要要? 大概是50%, 大概是50%, 50%, 那你這個藥有沒有依然? 有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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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們現在的業務量還不是這麼大, 越大的話, 那個藥的比例就會越降, 對, 這個藥裡面是有加成有收入的, 是, 那我們的藥用的跟我們的醫學中心是一樣的, 我們不會說你的醫院的等級比較差一點, 就用比較差的藥, 或是在, 我們前兩天去長坑林口, 林口的那個長坑醫院, 他的藥加成大概在10%左右, 他要的收入百分之10%左右, 那我們這裡大概有, 有多少? 我剛剛提到的就是, 要配的戰略嗎? 我們那個能力大概沒有辦法, 像長坑這樣, 長坑他們的那個體系共同採購一家的能力, 大概是最強的, 那我們大概大概6-7% 因為全台灣大概, 長坑醫院的床家起來, 是全台灣最多的, 通常人最大的, 所以他的意見盲力就很糟糕了, 對, 我們整個收入的制度, 也不能跟他們去, 社區也不能跟他們去, 不一樣的制度, 對嗎? 台灣沒有實行基本藥物制度, 有沒有這種基本藥物制度, 要供入的? 基本藥, 就是健保裡面, 對, 健保的藥品, 有一個藥品的範圍, 我醫生開廚房不能超過怎麼樣, 所以他還是有一些藥是不附的, 譬如胃藥不附, 請問他你有很強的證明, 說這個病人一定要吃胃藥, 有一些是不幾乎的藥, 有些藥品, 他超過一個額度的話, 會有一個藥品的部分負擔, 你重需要再支持自己, 不就很明顯, 好, 我們那講, 還以後, 請問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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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國好像有一個制度藥物, 他以後好像要, 這種社區裡面用藥的話, 只能可以那個目錄, 而且他只有兩百, 兩百多種藥物, 我們大陸現在也提供制度藥物制度, 但是這個制度呢, 我們將這代, 我們這代, 所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, 相對於說民眾的生活, 或者對醫療的需求相對比較高, 所以說他這個附入, 不能滿足我們社區的那些民眾的需要, 然後我們就產生這種矛盾, 你們沒有, 就是社區醫院用的藥, 我們有一個大的提供, 對於是, 我們說那些褲子, 醫保的費用的, 是, 是, 就是你們, 他知道的, 台灣那時候是健保費用的, 是, 所以說呢, 那些藥品, 我們才可以先制, 我們就缺特別高的加量, 就像那時候, 非, 這個醫療性的, 然後, 鑑定的就要出力了, 嗯, 那個保健食品當然, 不一樣, 還有, 那些藥品, 可能還有一種性的, 同樣一個產品, 是藥品, 很多家廠家可以做, 而且也有進口, 也有那個盒子的藥品, 他們盡量來就是, 需要價格比較低的, 每個種類的藥品, 價格不一樣, 整個同樣一個藥品, 會同一個廠家生產, 價格不一樣, 對, 所以那個就是溢價空間, 我們在採購的時候的溢價空間, 就是在哪裏看哪一個藥, 可能是效的不錯, 一定, 必須是效的不錯, 然後是健保, 是可以允許的, 但是他的利潤又比較好, 那就會採取這樣, 或許這樣藥, 好啦, 我們去,去,去, 我看一下, 謝謝, 謝謝, 謝謝,